文明 《非经》 声音乐 何盈 何瑞盈先生 风拉拉 有请 部长 早 在座的 前座的大佬们早 还有各位观众 大家早 谢谢支持 那我首先要 谢谢主办单位 老板年仪会 尤其是洪启强 先生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还有就是新名日报 还有Dream Cruise 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学习 OK 那 不好意思 OK 首先让我自我介绍 我不是省部长的同事 我不是Lauren Swann 不是黄勤财部长 对吗 长得有点像 但是我肯定比他帅 但是他的口才肯定比我好 那我姓何 明律印 OK 你们可以叫我小何 或者Vincent 都OK 那在一年半前 我跟我的合作伙伴 就创立 梁思潮先生 他也在现场 那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创立了一间公司 叫做Extractive 听起来就知道 一个搞科技的公司了 Distractive Extractive 就是这样 那Fornala本身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Fornala 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 那为什么我们创立这个公司呢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中小型企业转型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 谈到科技都是非常沉重的 对吗 那我今天希望是以 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方式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科技 我的转型也好 我对科技的转型也好 我怎么样帮大家转型也好 就是一起聊一聊 那这个 这位 仁兄 不用介绍 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了 Steve Jobs 那他说过了一句话 简单比复杂更难 你必须付出艰辛 化繁为简 但这一切到最后都是值得的 因为一旦你做到了 你能够创造奇迹 这句话是我非常认可的 那我也把这个理念 放在我创立这间公司里 还有把我所开发的产品 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去做 做事情 更何况我现在是要把 复杂的科技 怎么样简单化 传给各位 在场的 中小型企业 那肯定一定要非常简单的方式 去面对这个 问题了 那首先谈一下 为什么创业 天时地利人和 我相信在新加坡的人 你每天打开报纸 对吗 就会报纸开新闻的话 这一两年里 你都会听到政府 在那边说转型 转型 转型 工业4.0 什么AI 颠覆性 科技之类的 你信不信 就是我以前打开报纸的时候 都是看看国家大事 发生什么事情 读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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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几年 我患了这个病症 报纸恐惧症 不敢打开报纸 为什么呢 一打开报纸的话 就是工业4.0 电子化 数码化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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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里我就要 打一个广告了 那我怎么样 治好这个 报章恐惧症呢 刚好就是 无意间在网上读了 点智慧这个专栏 那如果是新明日报的 读友的话 你们应该对这个专栏 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就是一个心仪法师的 一个点智慧专栏 那自从读了新明日报的报纸过后 相同的报导 从新明日报报导出来的话 感觉上压力没有那么大 转型啊 这些4.0啊 就有一点 比较轻松的感觉去应对它了 那新明日报是治好我的 爆章恐惧症 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天使 OK 我们搞科技的 工业4.0 电子化 数码化 实质化 转型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天使 那地利呢 地利肯定是新加坡了 肯定是新加坡了 那我们创业的时候 其实新加坡给了我们一些 很大的帮助 在这一方面 你信不信 如果你仔细地去找的话 用心去找的话 你在新加坡是能够找到免费办公室 免费办公室 共享办公室 OK 那我们因为 我们刚刚出来创业嘛 对吗 一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 就是咖啡店嘛 Starbucks喝不起了 就去喝咖啡店嘛 咖啡店 就是两个人就在那边创业 然后慢慢发觉到 新加坡竟然有一个 共享办公室是免费的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办公了 那人和的话就不用说了 就是我合作了十多年的合作伙伴 那第二个就是追梦 就人生不想多个遗憾 创业是我的其中一个梦想 这个我就不多说 人为更多中小企业服务 那在这之前 我是在待在一个中小企业里面的IT主管 做了大概九年 那我本身对中小企业的文化 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那知道他们的痛处是什么 对吗 就算是一个大的中小型企业 碰到的问题 对吗 更何况这些更小的中小企业 也会碰到相同的问题 那在这之前 在这九年我在SME之前的话 我是在一些MNC的工作 所以说 能够把一些structure的一些mindset SOP结合SME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把它带到给更多的SME 希望这个是一个 希望能够做得到的 那另外一个是 希望小小的力量 能回馈社会 那我年纪虽然轻啊 也不轻了啦 中年了 那这时候创业的话 希望能借助一些小小的力量 回馈社会 我没有钱 对吗 我没有力 那么小吃 那我是把我的产品的话 就是如果对慈善机构的话 非营利组织 还有协校的话 对吗 如果我的产品 是能够适合他们用的话 我会免费让他们 就是采用我的产品 我本身是华校生啊 从小就有一个 饮水失言的那个理念 现在是时候 就是把做一些小小的力量 回馈社会 那不用说 你们现在在看到的我 记得今天 未来我是个独角兽 不要笑啊 马云说这句话的时候 没人笑 对吗 Chris 什么是独角兽呢 如果独角兽是一个市值 超过10亿美元的 起步公司啊 好 这是我的目标啊 那 创什么呢 独角兽在思考的 对吗 我们考科技的 在这个时候的话 肯定创什么 AI Blockchange 7块链 7块链 Big Data Fintech 这些东西 肯定不用想的嘛 肯定是往这一方面走 对吗 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子想的 但是想到怎么样 跟中小型企业 结合嘛 对吗 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了 专才 对吗 如果你要搞这些技术的话 Blockchange也好 AI也好 肯定需要专才的 但是这一方面的专才啊 说真的啦 顶尖的都已经去到阿里巴巴啦 Amazon啦 Microsoft啦 这些都把世界顶尖级的人才 都请去了 那 剩下来的就是 就是这一方面的专才 不是说没有 是比较少的 我们新加坡的Astar 也是蛮多 这个领域的专才啦 那 投入大 搞这些东西的话 投入大 不只是我的投入大 就算我把这个科技 带到中小型企业的话 你们的投入也相对来大 OK 然后 而且这些科技 对我来说 它属于是一些 幼苗期 萌芽期的阶段 就是有些科技 能不能够腾飞起来 对吗 可能这个时候 是很好的一些科技 可能 还不是时候 腾飞起来的时候 可能要过了一个 三四年过后 给它成熟过后 对吗 市场能够接受 这样子的一个新科技过后 这个然后才会腾飞起来 那 创什么呢 看看 来 这个动作是 从我小朋友写来的 所以 蛮酷的 这个unicorn 那我们想到 中小型企业 其实 碰到的一些问题 就算是一些大型的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的话 也会碰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一块 是被忽略的 就是 我相信 大家的办公室里 老板们 主管们 你们的办公室桌上 应该有一个 intray跟outray吧 就是in 就是等着你签名的文件 out 就是你签好的文件 那你们现在的 很多办公室的文件也好 这些文件也好 都是 还是用纸 纸方面 就是打印出来 然后 把它传气给不同的 那个 approver 就是 审核人 去签字 那如果老板出国的话 这个的话 要等到两个星期过后 老板回来过后才签 要不然的话 你就 而且还有就是 这个文件 传来传去 传到不见去的 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文件 传到哪里去的 那我非常 非常惊讶的 就是 这一块 在我 工作的 十多年里 竟然没有一个 很方便 很 很简单 很省钱的方法 去为企业解决 这个问题 那我就基本上就 往这一方面去 发展 就是做一些 五指化办公 SOP 书记收集 立审批 然后流程 这些 然后就就数了 还有一个 一站式平台 那有时 这个 一站平台的意思 也就是这么说 你们可能会 会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 我现在有人事系统 我现在可以 让我的人事系统 通过网站 去申请 LIF 申请假 对吗 然后 但是如果你又有一个 物流系统 物流系统又是另外一套的 所以说 如果你有 企业上有 用不同的系统 各自的不同系统 都有它的 各自的功能 但是你去到 你的员工的时候 你需要跟他说 如果你要申请LIF的话 你要去这边申请 如果你要 如果你要做 物流的时候 Claim的时候 你要去这里申请 所以说都有不同的 不同的系统 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希望 就是跟这些 不同的系统 结合 做一站式的平台 对你的门店也好 还是是怎么也好的话 都是可以 就是通过一个 一站式 就是申请LIF 申请那个 别的 别的流程 都可以在这个方式 做到 那我说一说 SNE的特性 这个不是 这个是从IT的角度 来看SNE的特性 对吗 变 OK 变 SNE每天都在变 变 变 为什么变 知心业益 市场 需求 各种各样的理由 极其不定 可能试试看 OK 那 老板们都在变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员工把这个 说成什么东西 Plata Plata OK 这边有些海外的朋友 Plata就是印度煎饼 就是翻来翻去 老板今天说这个 明天说那个 就是翻来翻去 一直在变 这边没有贬义的意思 另外一个就是快 什么东西都要快 什么东西就是要快 就是变加快的话 就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就对了 简 OK 省省省 OK 人工叫做 减 OK 然后就是缺乏 缺乏对IT的认识 OK 我说说 说说说一个故事 我之前有一个老板 对吗 他就把 有电的东西 就把它归类成 IT 因为电嘛 电脑嘛 有个电嘛 那有一天 电灯坏了 他就打电话给我 Vincent Vincent 我们的电灯坏了 你可以去看一看吗 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分享一下 可能老板们有时候 对科技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就是把电啊 这些东西 就把它归类成 科技了 那人 人更不用说 请人男 中小新企业 每天就是请人男 请人男 那我们中小新企业 也用了很多 热灵的人士嘛 那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把它给简单化 对吗 把这个给实现出来 帮这些热灵人士 很容易地接受 很容易地接受 用这些科技 那一年后 一年后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跟我的那个合作伙伴 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 就是在 做我们自己的一个 Proprietary 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 就是 Fumlala Fumlala 就是这样子诞生出来了 那我们Fumlala 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很快地帮企业 转型 然后就是 很方便的 就是你有任何的变化 我们一下子就能够帮你 实现你的变化 出来了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 那个目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Ajure 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 Ajure的那个概念 了不了解 那 当我们每次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吗 如果我们拖了夜酒的话 对吗 这件事情肯定很难 做得出来 那我们现在走的 Ajure的方式就是 你先 不管怎么样 你的东西还没有 定下来的话 没事 你就先做 做了过后再改 改的时候再做 然后慢慢地修 慢慢地修的话 这个是我们 知道中小型企业 因为他们快 一次变的话 一次要改的话 这方面是我们需要 所考虑在里面的 对吗 那 那我本身就是 本身 本身就是 如果我现在 本身的转型就是 如果我们现在 还是是以十年前的方式 去卖科技给企业 对吗 就是进去问你的 requirement是什么 做下来 然后给你这个 quotation是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去做这个 模式的话 我相信是 会有一定的挑战 所以说我也在这边 尝试 转型 那我 到台北的某一个夜市 这边有很多嘉宾 都是从台北来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西门丁的一家 卖花生的摊位 对吗 我看到了这句话 走过没事吃 是你的错 吃过没有买 是我的错 这句话相对来说的话 是非常 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那这个摊位肯定对它的产品 非常非常地有信心 那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来 就是你没事吃我的东西 肯定是你的错 但是吃了我的东西过后 你没买 对吗 那一就是我的产品不好 二就是我卖得太贵 那是我的错 对吗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的话 是非常非常地 值得我学习的一个 虽然是一个 从一个摊位 摊位的一句话 我影响我也是蛮大的 那我再想一下 就是在座的 就是买榴莲的时候 在座的老板 买榴莲的时候 会有压力吗 没有吗 你去买榴莲的话 有什么好的话 好的话 一百多块的都有 一公斤 便宜的话 三粒二十块都有 对吗 然后买的时候 你还可以试吃 就是它包吃 我们要包吃 打开给你吃了过后 你不喜欢的话 我不要这粒 我再拿另外一粒 你开给我 我吃 我喜欢 我就买 这是榴莲 现在是榴莲的季节 台湾的朋友 跟中国的朋友 如果没吃过榴莲的话 应该这个是 一个很好的时候 去尝尝看 我们的榴莲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 榴莲模式卖科技 就是为什么买 当我们说起买科技的时候 压力就那么大 但是买榴莲的时候 那个压力没那么大 对吗 那榴莲模式卖科技的意思是什么 那我就结合了 走过没事吃 是你的错 吃过没有买 是我的错 如果你我都没错 包吃卖给你 我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对吗 去跟我的那个 客户 做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这个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 A 你看到我 你没 没询问我的产品 是做什么的话 那是你的错 对吗 但是你如果试吃了我的产品 就是我可以 我可以把一个产品做了给你看 对吗 给你试用 对吗 你当场试用了过后 你喜欢的话 对吗 你就买我的产品 买了过后 对吗 你对我的服务 或者对我的产品不满意的话 我不收你的钱 一分钱都不收 那是我的错 我就退了 所以说 基本上对 这个企业来说的话 大大降低了 对老板们的一些压力 就是买一个科技的话 肯定是一个 很贵的一个东西 那我买了过后 不适合用的话 又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是 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 因为我们的产品 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做到快 然后又很快的 就能够改变 然后又有很 很 省钱的方式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 我们才敢 以流言的方式 去卖科技 我不怕你不用了 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 我的客户心 还不是很大 但是说法都是 100% 都成功 基本上 其中一个客户 把我们跟一个 大 大品牌 大品牌 一起比 就是 我们是起步公司 另外一个是 蛮资深的 蛮大的一间公司 刚才Chris 有提到的 其中一间公司 我们同样的 一起比我们的产品 比了过后 对吗 我很庆幸的 对方选择了 用我们的产品 over大公司的产品 这是 我很开心的 榴莲模式成功了 榴莲模式成功了 那今天我也想 我在中小新企业 当了IT这个部门的主管 有一段时间了 那我以一个IT的经验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中小新企业的 壁支 壁支 第一个 新科技 要三思 在这个市场上 这些搞科技的公司 一两年里面 就会有一个新的 新的名词出来 在之前是 crowd 对吗 crowd 迎端 迎端 迎端过时了 就搞大数据 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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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跟你们洗脑 然后又在 AR AR VR 到现在为止 就是AI workchange 七块念 这些都是新的 topic 新的科技 我不是说 它们不好 但是对我来说 这些都是属于 萌芽期的科技 对吗 能不能够 pick up 能不能够 腾飞起来的话 你现在的投入 真的是 很大 对你的这个产业 有很大的 加值的话 我建议你们 就去采用 但是如果 你看到 如果这样子的 一个投入后 对你的ROI 只是一个 很小部分的 一个增长 的话 可能要三思 不要在这个 冲动期 就是大家都在 都在谈 AI 七块念 七块念 我没做的话 我就是落伍了 这样子的一个 思念 去投入这样子的 一个科技 所以说要三思 数据 等于 新人员 等于 钱 OK 看不懂 没关系 重点就是 现在 收集 你所有的数据 可以的话 把所有的数据 给收集起来 把你现在 手 手写的数据也好 电子化 全部收起来 信我 这些都是 新的能源 有一天 会大大 帮助到你了 你现在 看不到 它的价值 没关系 不管怎么样 就是收起来 当有一天 你需要用到 它的时候 至少 这些是你的 至少 你有这些数据 可以采用 对吗 所以现在 以现在的 这个科技 往下走的话 对吗 我们不管 做什么新的 做什么新的突破 还是新的颠覆 新的东西也好 数据是 逃不掉的 你一定要 把数据 收起来 你不懂的话 没关系 听我这句话 就是把数据 给收起来 就对了 流程简化 然后要完善 中小型企业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小 肯定是往外冲 拿业绩的 流程这一方面 肯定不是 第一个 在你的头脑里面 想到的东西 你一开始 就是往外冲 往外冲 慢慢的 你的机构 越做越大的时候 对吗 你的这一些 流程的话 对吗 一定要很清楚 不可以随便 不可以随便 那比如说 如果我现在 我如果现在 是做饮食业的 或者餐饮业的 我去订购了 比如说 一公斤的麦肉 OK 那厂商如果 送了500克 两罐的麦肉给我 我收 还是是不收 对吗 一公斤等于 500x2 那个量是一样的 但是他送来的是 两罐 但是我订的是 一罐大的 对吗 收还是是不收 都没错 你可以收 但是你也可以不收 但是你这个流程 一定要定下来 我引起他收 我引起他不收 这个流程 趁早把它给定下来 而且这些流程的话 尽量的简化 尽量的简化 那相对来说 当这个时候 你有一个很简化的流程的时候 当你要把这个东西 放在一个系统里面的时候 对吗 你的这个系统的成功力 就是实施的成功力 采用力的话 相对来说 一定会增加的 一定会提高的 要不然的话 你如果用那些 consultant的话 他会花很多时间 跟你做consulting 你这个东西应该这样子做 那个东西应该要这样子做 大家都知道 consultant的价钱 一天的man rate 都是非常的贵的 所以说你有 非常简化的流程的话 肯定对这个 是有很大的帮助 你要了解自己的需求 你一定要了解 你自己的需求 给你一个例子 我需要一辆车 对吗 如果你跟 如果你跟 如果你跟一个人说 我需要一辆车 对吗 这个就是 你认为 这个是你的需求的话 对吗 那这个员工也好 这个consultant也好 他去买了一辆 法拉利给你 对吗 然后你看了看 我拿这辆法拉利 怎么样来送货 那就太迟了 对吗 那其实你的需求 不是需要一辆车 你的需求是 你需要一个交通工具 也未必是车 来帮你送货 对吗 这个才是你真正的需求 要不然你给错 需求过后 其实车不是你的需要 OK 送货才是你的需要 所以说 当你买错车过后 你买了一辆法拉利 对吗 你要把它变成货车的话 这是非常挑战性的 对吗 但是 如果你现在买了一个 普通的轿车 你要把它变成是 一个货车的话 这边的话 都会产生一些 change request 这些更改 都是一些费用来的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非常了解 你的需求是什么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现有系统真的有问题吗 我相信在座的主管跟老板 每天应该就会听到 员工来说 我这个东西做不到 是系统的问题 系统不好 我要换系统 我要换系统 对吗 新的一个主管进来过后 对吗 也会说 为什么你们用这套系统 你们应该用另外一套系统 那作为老板们 不要只是听 对吗 不要只是听 我叫你们几招 OK 说系统不好的那些员工 对吗 你就叫他把 什么东西不好 列出来 从一到十到一百的话 列出来 如果他没办法 列给你看的话 就是其实根本 可能都不是系统的问题 那如果他可以把这些问题 给列出来过后 对吗 第二个步骤 你就找现有的厂商 就问问他们 为什么你的系统 为什么这个一百个 一百个问题 你没有办法跟我解决 你信我 有一半以上 对吗 这些问题 是因为 员工不懂得怎么用 或者不懂得怎么设置 对吗 或者是现在的系统 没有做升级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但是做了 做一些小小的调整过后 对吗 这些问题 大多数的问题 都能够被解决掉 那剩下来的那几个问题的话 对吗 你去考量一下 就是这些问题 是不是 会影响到你的 那个收入的 如果只是 小问题来的 不做的话 对我的影响也不大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 还是可以继续 保佑用你的系统 如果这几个问题 真的是会造成你 很大的问题 困扰的话 对吗 那你就坏 所以说这个是 现有系统 真的有问题吗 这个东西 一定要记得 系统不会变魔术 很多老板以为 就是 我现在的问题 我有很多问题 没事 我有钱 我买了一套系统进来 对吗 我花款烧灯 做这套系统进来过后 我的问题 就能够解决了 我的能力 也能够解决了 这我不认同的 我打一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的公司 现在是 完全没有系统 或者是用小系统的话 如果你们现在要升级 到ERP系统的话 你以为 我买了ERP系统过后 这些东西就会解决 那我跟你说 你们的理念是错的 有了ERP系统过后 其实你的员工 所要付出的时间 可能在出气的时候 会稍微更高 那之前 因为系统 就是你给他什么 他就拿什么 就出什么 garbage in garbage out 所以说变成是 你的员工 每一项之前 可能没有输入 没有记录的这些数据 他都要每一项开始 直直细细的输入 在ERP系统里面 那比如说 如果做烘焙业的 我的这个面包 之前烤了过后 坏了我就丢在一边 但是如果你跑 ERP系统过后 对吗 你烤了过后坏了 坏了几粒 八粒 哪一个batch 你都需要 把它输入进去 电脑里面了 就已经流程 不会再像之前这样了 那在初期的时候 有了系统过后 你要有这个准备的话 就是你的 能力的时间方面 肯定会稍微的上升 而不会往下走 这个 而且 系统不会变魔术的 系统只不过是一个 工具来的 贵跟名牌 未必好 所以就是说 你们在选择这些 当你们在那个 Evaluate 或者是你们在删写 这些 你们的这些 系统的时候 不要因为名牌 因为是这个 ABC厂商 因为是BCD厂商 用它 总没错 对吗 那我是觉得 这个东西 也是要 删释一下 大多数的这些 大厂商 美国也好 然后欧洲也好 对吗 他们都不会 直接 帮你们实施 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他们都会给 local的 partner 去做这样子的 一些实施项目 那你要 Evaluate的 其实不是 这些大厂商 其实看你的 这个合作伙伴 这些他们的 partner 他assign了那些 partner给你们 对吗 你看一下 这些工作伙伴 是不是真的能够 帮你们的 默契也好 你们的配合度也好 收费也好 这些东西的话 多过你选 选那个产品 这是我本身的 一个意见 试想想的话 就是我有很多经验 当你用了 这个大公司的 产品过后 对吗 然后实施的人 跟你有问题 你以为你找回 这个大厂商 ABC厂商的话 他会帮你解决 这个问题 他们通常不会 他们都会想 你work with 你的partners 解决这些问题 你work with 你的partners 去解决这些问题 成熟的产品 的缺点 市场上有很多 成熟的产品 但是对我们 中小型企业来说 对吗 是非常有弹性的 像我刚才说的 变变变变变 快快快快快 这些成熟的产品的话 他们基本上 他们的变 是很难变的 你要他们快 他们也很难快的 像你要认一些 某一个 某一个functionality 对吗 某一个功能 不在现有的系统里面 你跟他说 你要这个功能 对吗 他就会说 你让我回去 跟我的母公司说 那我的母公司 如果有很多 这样的需求过后 对吗 下一个版本的话 你不知道是三个月 六个月 还是是一年 甚至不知道 会不会有实现给你 那这样子的 一个产品的话 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的话 是没有弹性的 所以说在选择 产品的时候 也要看看 不是成熟的产品 就是在这个市场上 20年的 产品应该是可以用的 但是在这个年代 事情变得太快了 所以说一定要找到一个 非常有弹性的产品 要求试吃 这个真的是要 敢敢 如果人家要卖你东西的话 对吗 他把他的东西 说得再怎么的好 对吗 我的这个东西 我可以跟你分析 这个 我可以跟你分析 那个对吗 用我的产品 就可以了 那很简单 很简单 你拿我一部分的数据 那你就给我看看 你可以做出什么来 对吗 如果他的回应是 老板啊 没有那么快的 做这个东西 我需要人 我需要时间 去做这个东西给你 不可以就这样子做给你看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买了我的线 才可以给你看的话 那这个东西 你真的就是要去考虑一下 所以说要求试吃 那个敢给你试吃的 这些厂商的话 对吗 我是觉得你可以去 考虑跟他们合作了 老板要带头 老板要带头 我们搞转型 搞科技的话 对吗 老板不需要懂IT 对吗 但是老板一定要带头 你不需要对IT很了解 但是你一定要带头 你不要把这个责任 就是交给你下面的一个主管 也好 你帮我转型 这个你帮我做 你帮我做 信我 员工不听主管 员工只听老板 不管是怎么样的话 只要老板在那边 盯着的话 这个事情 就会事半功倍 那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碰到的 我碰到的一个老板 对吗 他现在就是做了 这样子的一个挤动 就是说 在年底之前 你们不做五指化的话 对吗 我就不再提供纸给你了 OK 公司就不再提供纸给你了 你们要print东西 你们要打印东西 你们自己带你们的纸张来 好 在年底 会发生这件事情 在明年呢 明年发生什么事情 公司没有打印机了 就算你自己带纸张进来的话 对吗 你也看不到打印机了 那这个老板 从今年开始 其实就是 一直在关书他的 那个下面的人 就是说 你们一定要转型 你们一定要做五指化 那所以说 现在开始的话 他们的各个部门 都很在积极的话 看怎么样探讨 去把他们的流程 给电子化 我觉得 有这样子的一个老板的 推动的话 带头的话 事半功倍 那我最后一个 想分享的 就是另外一个老板 OK 在座的 嘉宾的话 应该 大多数的人 应该认识 吴忠博校长吧 是吗 吴忠博校长 有一天 对吗 Vincent Vincent来 我们去参观一间 工厂 我带你去见一个老板 那我就上了他车 他就开车 带我去到一间公司 那我就跟吴忠博校长 就下来了 然后吴忠博校长 就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有一个uncle 对吗 就马上 帮开门出来 迎接我们 汉流夹背 我还记得汉流夹背 穿着T恤 穿着T恤 就是这样子 很忙 很忙碌的 那我进去里面的时候 这个uncle 对吗 跟我们介绍这个 跟我们介绍那个 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这个是我们的什么 那 我就去问Mr.Gol Mr.Gol 这个uncle 是谁来的 是厂长吗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他就是 在座的 生生老板 他就是跟我说 他就是 林福星 生生的老板 那真的是 这是我非常 非常 吓到的 因为我还以为 他是一个厂长 或者是怎么样 看着那边 流着很多汗 搬来搬去 然后 一一跟我们 一一跟我们 解释 这个是我们的 Warehouse 这个REAC 是我中国拿回来的 这个是我们的 红利灯系统 然后 我现在用了 某一个品牌的 系统 所有的报表 都是我规划的 我要怎么看报表 他们都要做给我 我第一次看到 敬佩敬佩 第一次看到一个老板 对吗 是那么 Hands on 对吗 不只是 不只是在他的 Domain 就是搞零售方面的话 在科技上面的话 他也是 非常的了解的 在我印象中的老板 就是 穿西装 在office 对吗 这个是我第一次 对林老板的 一个认识 那 之后的话 之后的话 我有幸的 就是在几个月前 跟他通了一个电话 我们大概聊了 20分钟的IT IT系统 你想想一下 一个老板 怎么样会跟你 谈这个IT系统呢 对吗 所以说 这一点的话 我还是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 敬佩的啦 但是 说真的 让我真的 崇拜他的 不是这些事情 不是因为他懂 系统 对吗 不是因为他 Hands on 是我在一个 无意间的时候 去逛 生松超市的时候 然后你去到 生松超市 你看到上面的话 Who is on duty Our team 对吗 然后我看一下 对吗 通常人家 就是会放店长 之类的 生松老板的 照片在那边 手机号码在那边 手机啊 那我心想 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我拿出我的手机来 看看下 这个是不是他第二个line 看了过后 是他的真正的mainline来的 就是他 本身用的这个 手机号码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以身作则啦 如果他要他的团队 给客户 有一个很好的服务的话 就是如果你们客户 有什么问题的话 直接打电话来找我 不要打气给我的admin也好 还是什么 我会接你的电话 所以无形中的话 他的这个culture的话 他的员工的话 对吗 相对来说的话 都是一些很 为客户 尽力的一些员工啊 这点真的是 崇拜你了 OK 那我现在给你的 这个压力 接下来的压轴的话 我是希望 下午能够听到你 很好的一个分享 那 时间也到了 那 试吃 指教 切磋 聊聊 Vincent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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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